愚蠢的聪明人,不如做聪明的愚人。 莎士比亚善光的东西,并不都是精子。 众听的语言,并不都是桃花。 莎士比亚华像在固力彷徨,也只是曾上楼阁。 莎士比亚明智的人,绝不坐下来为失败而挨头。 他们一定乐观离寻找外法来。 家宜一管,就莎士比亚造德和财品,是远胜于不贵的资产。 若若的自尊可以把贵钱的门一败坏。 把居负的财产盖毁,可是道德和财品, 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配的神明。 莎士比亚非烈时简单失去它的作用。 但却使货尔洛德拼觉更为灵敏。 它虽然妨碍了视觉的活动, 却给予了拼觉加倍的补偿, 旁莎士比亚自有戏具以来。 它的目的始终是把莎士比亚充实思想, 不在于典里的物理。 莎士比亚在时间的大中上只有两根字。 现在莎士比亚间接是智慧的灵魂。 仲畅师傅请得早逝。 莎士比亚天外人的失败, 都就是失败在做事不彻底。 往往做到离成功上差一步就都只不做了。 莎士比亚情欲犹如炭火, 必须使它冷却, 否则,那烈火会把心儿烧焦。 莎士比亚对自己不信任, 还会尽用什么真理。 莎士比亚心中充满全力, 能渗透到人们的心灵。 莎士比亚我的言语高高飞起, 我的思想滞留一下, 没有思想的言语永远不会上升。 莎士比亚美貌和智慧很少结合在一起。 莎士比亚让我只点二十个人做人的道理, 倒还容易。 可是要我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, 共行自己的教训, 就没那么简单了。 莎士比亚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, 凡事必须三思而停。 莎士比亚道德和财里是愿胜于不贵的资产。 做作的自尊可以把贵钱的门地贷款, 把居负的财产盖毁。 而道德和财里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休的神明。 莎士比亚人若神经紧张, 书涌到西, 就会犹豫不尽, 犯法至情甘悟了。 甘悟的结果是叫人丧志毗烈, 寸不难移。 莎士比亚对人要和弃, 但不要想你。 莎士比亚起天的冷战, 将会是以后的恋爱更加热烈。 莎士比亚如果要别人重醒, 首先要自己重醒。 莎士比亚他命运突然改变了心肠, 把他的宠儿一脚踢下山坡的时候。 那些灘龙不凤之徒, 本夜跟在他后面浮浮漆平的, 这时候便冷眼看他跌落, 没有一个人做他患难中的同伴。 莎士比亚, 莎士比亚才忍藏着功力的加持。 莎士比亚忠诚, 因为努力的防御而变得逃避价值。 莎士比亚人生就像是一滴用闪恶的丝线交错成的故。 我们的善情必须受我们过去做失的天塌, 才不会过分直遭气阳。 我们的罪恶用来我们的善情把他们掩盖, 才不会完全绝望。 莎士比亚我可以叫许二十个人, 吩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。 旅行我自己的教训, 我就找尽贴不明了。 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影响品。 生活里,